孩子们,爸爸要去打怪兽了 你们在家好好待着,别乱跑哦 爸爸爸爸,我要跟着你去打怪兽 爸爸爸爸,我也要去 爸爸爸爸,哥哥都去了,我也要去 我要跟着你去打怪兽 不行,你们还太小了,还不能去打怪兽 等你们长大的就可以了 爸爸,你等着,魔法魔法变 你看,爸爸,我长大了 爸爸爸爸,你等着,我也可以跟着你去打怪兽 我也变大了 爸爸爸爸,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变大 嘿,我怎么没变大呀 等一下,等一下,再来一次 魔法魔法变 我怎么还是没有变大呀 哎呀,肯定是弟弟的能量不够 可是我们的能量都刺在自己身上了 没有能量了,自可怎么办呀 哎,有啦有啦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送给我弟弟一点小空心吧 给他补充补充能量 这样,我的弟弟就可以变身 和我们一起去打怪兽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可以一定要帮我呀 这样,我就可以跟着我爸爸去打怪兽了 拜托你们了 老大,你快看 我天天抓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奥特曼 嗯,不错不错 不过,这些奥特曼怎么都被封印起来了呀 哈哈,老大,这是我在女巫那儿新学的魔法 他们都被我封印在这卡片里了 太好了,以后再也没有奥特曼跟我们作对了 哎,不对呀 不是有五个奥特曼吗 怎么只有四个呀 哎呀,肯定是刚才蹭我没注意 跑掉了一个 老大,你在这里等着 我这就去把他给抓回来 可是,如果他们跑了可怎么办呀 你放心吧,老大 没有小朋友们的小红星 他们是逃不出去的 那我走了 哈哈哈哈,臭奥特曼 你们就乖乖待在这里吧 咻 哎呀,哎呀,不好 你怎么在这里呀 原来你是故意把他骗走的呀 看我的 哎呀,哎呀,哎呀,好疼好疼 就你这点能量 还敢跟我斗 看我的奥特光圈 哎呀,你快放了我吧 想让我放了你 做梦吧 快说,到底怎样才能让我的兄弟恢复呀 好,我说我说 你要放了我 只要小朋友们点击关注发送小红星 你的兄弟就会变回来了 小朋友们快点击关注发送小红星 救救我的兄弟们吧 哎,这是什么 难道是怪兽蛋 不行不行 如果这是真的怪兽蛋 那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奥特基地 不然的话 两个怪兽到时候出来 不知道要害多少人了 爸爸爸爸 这是什么呀 孩子们,这可能是怪兽蛋 你们可要离远一点哦 小心这个怪兽出来了 你们可不是他的对手哦 爸爸爸爸 这两个蛋怎么在动呀 好像快打开了 孩子们快躲到一边去 哎呀,好吵呀 睡个美容觉都睡不好 哎,我这是在哪儿呀 哎,你们是谁呀 爸爸爸爸 你不是说是怪兽吗 怎么是贝儿姐姐呀 别急 小心另一个可能是怪兽蛋 奥特曼 你说谁是怪兽呢 你可看清楚了 我是白雪公主 哦,原来是两位公主呀 可,可能是我太紧张了 我居然以为这两个是怪兽蛋呢 奥特曼 我们好不容易去森林里 休息休息 我们本来在那里露营的 哎呀,这会又被你带回来了 想出去玩怎么那么难呀 那那那那可真不好意思 爸爸爸爸 看你做的是什么事呀 爸爸,好人做到底 你就把公主姐姐们送回去吧 好吧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小朋友们 你们猜对这里是公主们了吗 点击关注发送小红星 告诉我们吧 小泰罗 你说我将是长得帅不帅呀 哎呀,你长得太丑了 你赶紧走吧 泰罗奥特曼 如果呀,你说我长得帅 我就送你一点好吃的 怎么样呀 啊,好吃的 哇,看在好吃的面子上 就夸他两句吧 僵尸呀 你一点都不愁 你老帅老帅的了 哎呀,泰罗奥特曼 你太会说话了 来来来,讲你你两根棒棒糖 太好了 这个棒棒糖呀 是我最爱吃的了 杰克奥特曼 你说我长得帅不帅呀 如果你说我长得帅呀 我也给你送好吃的 当然啦 你长得非常帅呢 绝对是美男子哦 哎呀,杰克奥特曼 你嘴也太甜了吧 我也讲你你两根棒棒糖 罗布奥特曼 你要是说我长得帅呀 我也讲你两根棒棒糖 怎么样呀 你个僵尸呀 经常欺负小朋友们 我才不会夸奖你呢 你呀,就是个丑八怪 超级丑 我不会喜欢你的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都不会喜欢你的 好呀,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我就不讲你你棒棒糖了 你就没有棒棒糖吃了 不吃就不吃 谁喜欢你这两根棒棒糖呀 我家呀,可是多的是呢 你看,我这有棒棒糖吧 还有巧克力呢 还有泡泡糖呢 怎么样 比你多吧 我才不稀罕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喜不喜欢僵尸呀 要是不喜欢的话 就点击小红星吧 小奥特曼 快醒醒 快起床了 起床了 跟着爸爸去做坏事 啊,爸爸 我没有听错吧 去做坏事 啊,不对 不对 是跟着爸爸去做好事 嗯,我感觉爸爸今天好奇怪呀 看我的 怪兽 咱们这是去哪呀 咱们呀,去找小朋友们去 那个,呃,那个 我是你爸爸呀 你才不是我爸爸呢 喂,爸爸呀 只会做好事 还会帮助别人 你根本就不是我爸爸 你是怪兽 哈哈,小奥特曼 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 魔法不方便 哈哈,没想到被你发现了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现在呀,我就得把你抓走 你以为你能把我抓走吗 我现在就呼唤我的哥哥们过来 哥哥们,哥哥们 有怪兽来抓我啦 我来了,我来了 是谁欺负我弟弟了 我也来了 是谁敢欺负我弟弟啊 怎么,怎么 家里面还有两个奥特曼呀 哎呀,哎呀,打不过呀 不行,不行 我还是敢挺溜吧 这个臭怪兽 居然敢变成我爸爸的模样 幸好我识破的快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三个,四个奥特曼呢 嗯,不错不错 不过,这些奥特曼 是怎么被封印起来的呀 哈哈,老大呀 这个呀,是我跟女巫学黑魔法 然后呀,把他们都封印在这卡片里面了 太好了 以后呀,再也没有奥特曼 和我们怪兽作对了 哎,不对呀 不是有五个奥特曼 怎么,你只带回了四张卡片呀 哎呀,肯定是我没注意 跑了一个 老大,你在这等着我 我现在就去把那个奥特曼给你抓过来 你去抓那个奥特曼 等一下他们四个跑了怎么办呀 你放心吧,老大 这个,他们想要出来呀 得需要小红星 没有小红星 他们是出不来的 你就放心吧 我马上就去把那个奥特曼给抓过来 哈哈,你们这些奥特曼 都落在我的手里了吧 你们就乖乖地待在这儿吧 哎呀,哎呀,不不不好了 你,你,你怎么在这儿呀 看我的,嘿 哎呀,哎呀,好疼呀,好疼呀 就你这点能量 还想跟我的 快说,怎样才能把我的伙伴们全都变回来 要不然让你看看我小拳头的厉害 哎呀,哎呀,别打,别打 我说就是了 这个,这个是用小朋友手里的小红星 你个臭怪兽,太可恶了 哼,小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小红星 救救我兄弟吗 我可不想他们一直困在这个卡片里哦 拜托你们啦 起床啦,起床啦 起床打怪兽去了 哎,我的武器呢 我的武器怎么不见了呀 哎呀,不行不行 我得出去找一场 我的武器去哪了呢 今天呀,我捡到了巧克力 还挺多的 是吧 我今天也不差 你看,我捡到了好多的泡泡糖呢 你们两个运气可真好 我就捡到了一把宝剑 我要把我的巧克力都给吃掉 这样我就不会饿肚子啦 我也要把我的糖果吃掉 这样我也可以填饱肚子啦 哎呀,我没有食物 那这个宝剑就给我当防身的用吧 等一下再出去找找吃的吧 哎呀,我的武器去哪了呀 哎,鲨鱼,鳄鱼,小狗 你们在这儿有没有见过我的武器呀 鲨鱼,鲨鱼,你又没有看见呀 武器,不知道呀 我从来都没看见过呢 哎,你嘴里面是什么呀 哦,你看,我这儿吃巧克力哦 哦,是巧克力呀 你慢慢吃吧 小狗,小狗,你又没有看见我的武器呀 没有,没有 你嘴里面吃的是什么呀 我嘴里面吃的是糖果 哦,吃的是糖果呀 哎,鲨鱼,鲨鱼 你又没有看见我的武器呀 我没看见过你的武器呀 哎,你这下面是什么呀 这个呀,是我捡的宝剑 你这个宝剑是我的武器呀 啊,是你的呀 那我去还给你吧 哎,鲨鱼啊 我怎么没看见你的嘴里面有食物呢 嗯,今天我没有找到过食物 就找到一把宝剑 所以我就没有吃的了 今天呀,你把武器还给了我 我就给你一些吃的吧 这个巧克力,爆码糖就送给你吧 哇,奥特曼,你真是个大好人 谢谢你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这样的奥特曼,你们喜不喜欢呀 喜欢的话,就点个小呼吸 姐姐姐姐,这个卡片我最喜欢了 你看,这是奥特曼 这是我最崇拜的英雄 乔治,他很厉害吗 当然了,他可是最厉害的了 我最讨厌奥特曼了 大哥,我也讨厌奥特曼 他才没有我们厉害呢 就是,他肯定没有我们厉害 我要猜猜猜 怪兽,你们不要乱猜 小心奥特曼出来收拾你们 哈哈,你别骗我了 他在卡片里,怎么可能出来呢 哼,你既然不信 那我就用他的武器把它召唤出来 奥特曼,奥特曼,你快出现 就,乔治,我来了 我就是奥特曼 哎呀,小弟快跑 奥特曼真的来了 大哥,这有什么怕的 小弟,我们快跑吧 我们打不过他 还想跑,来不及了 奥特曼大哥,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说你的坏话了 这还差不多 赶紧走吧 奥特曼哥哥,你可真厉害 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 变成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好的,乔治,那你要好好努力 现在好好吃饭 锻炼身体 长大才会有个好身体 才会像我一样厉害哦 我知道了,奥特曼哥哥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好好吃饭 请家锻炼 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哦 哈哈哈哈 这群小奥特曼终于睡着了 我要用我的魔法 把它们都给定住 你们就乖乖在这里给我睡下去吧 魔法,魔法,变 现在这三个奥特曼 都被我用魔法给定住了 没有小红星 他们是永远不会醒过来的 就让你们在这里 一直沉睡下去吧 太好了,我要走了 天哪,那个可恶的怪兽 竟然用魔法 把我的三个哥哥全部给定住了 还好我藏起来了 要不然我也会被定住了 但是,这下可怎么办怎么办呀 急死我了 孩子们,爸爸回来了 爸爸爸爸 你可算回来了 我都快急哭了 我的三位哥哥 被那个臭怪兽给封印住了 什么?怪兽来了 怪兽居然把我的三个儿子给定住了 别担心 小布鲁 你的三个哥哥没有事情的 我用我的奥特曼能量 帮他们解除魔法 好的,爸爸 那你快救救哥哥们吧 奥特曼能量 叮 哎呀,奇怪 我的奥特曼能量怎么不提作用呀 我的三个儿子到底是动了什么样的魔法呀 竟然这么厉害 连我奥特曼能量都破解不了这个魔法 爸爸爸爸 好像听到那个怪兽说 需要小红星就可以救哥哥们了 有没有小红星呀 儿子,你没听错吧 怪兽说要小红星才能救你的哥哥们吗 对,怪兽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只有一个小红星 那我把它送给杰克奥特曼吧 我的儿子们,快醒醒,快醒醒吧 哎,我好像听到爸爸在叫我起床 爸爸,原来你真的在这里呀 太好了,太好了 杰克醒过来了 可是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没有醒过来了 我也没有小红星了 这可怎么办呀 爸爸,爸爸,我有办法 不如我们就向手机前的小朋友们求助吧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还有两个哥哥没有醒过来 你们愿意发送小红星 救救我的哥哥们 四个当中呀 有一个是怪兽变的 我要好好问问你们 玉米,世卫 你是不是怪兽呀 我不是呀 我是玉米 怎么是怪兽呢 太阳花,世卫 你是不是怪兽呀 怎么可能 我只是一颗太阳花 我要生产太阳的 白菜喂食 你是不是怪兽变的呀 我可是一只小排菜 我怎么可能是怪兽变的呀 豌豆射熟 你是不是怪兽变的呀 我不是呀 我是个豌豆呀 你们都不承认是吧 我这有办法 你看,我这呢 有几颗能量丸 给你们吃了 就可以增加能量 要是怪兽的话 不用了献出原形 我来给你们发能量丸吧 给玉米喂食一颗能量丸 给太阳花喂食一颗能量丸 给小白菜喂食一颗能量丸 给豌豆不会食一颗能量丸 你们吃吧 我要开吃了 喵喵喵喵喵 哇,可真好吃 该我了该我了 我也要吃 喵喵喵喵喵喵 哇,我感觉我能量又增加了 这也太棒了吧 该我了该我了 我也要吃 喵喵喵喵喵 哇,这能量丸的味道可真不错 有点像糖果耶 那个,我能不能不吃呀 不可以,赶紧吃 哎呀,别那么凶嘛 吃就吃吧 喵喵喵喵喵 好吧,原来你真的是怪兽 终于把你给揪出来了 哎呀,先出原形了 我赶紧跑吧 赶紧跑吧 太可怕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刚刚猜到谁是怪兽吗 别影响我先有关注告诉我吧